哈囉大家好我是小鈴 歡迎回來我們幽靈洋樓 我們繼續闖一下一千個房間吧 直接開始 沒錯我們要往八百 第八百個房間邁進了 相信我們絕對有辦法度過眼前這一關 然後順便看一下這個是什麼好了 這個居然已經開始是一片空白的東西啦 呵 裡面不寫任何東西嗎 什麼時候開始變這樣子啦 走 現在我們的動作應該可以說 很快很快了吧 就剩三百個房間喔 希望說 可是在第八百五十個房間 偏偏又沒有 又沒有那個任何的紀錄對不對 好 哎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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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呀哎呀 我已經有點搞混了 好終於終於是出來了終於是出來了 這個就是一直聽他那個啊 登的聲音啊 比較清脆的聲音代表是正確的 走了就對了 哇哦 上下兩邊的顏色開始變得不一樣啦 不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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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很好 不錯不錯 哈哈 怎麼會出現這種狀況 哎是不是多了一個遊戲機台 哎多了一個喔 那該玩一下啦 哦這個是 這是賽車嗎 哇這是賽車耶 哈哈哈哈 他比了個讚 哈哈 哎呦我怎麼開 哦像這樣開啊 哦 哦 哇 哈哈哈哈 哇這個賽車遊戲簡單來講就是一定獲勝嘛 對不對一定獲勝的那種 哎不對 可能根本沒有終點吧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這裡面的每一個遊戲都是那種 超級OP的有沒有 自己都是那種超級OP的 玩起來就是很爽的感覺 但是車子都被我毀壞掉之後 前面還有車嗎 沒了嗎 車都已經全部被毀壞了 我這邊開到那邊去撞房子啊 呃房子是 沒有沒有沒有 好像就是撞到我自己會偏掉這樣子 我並沒有看到房子被我給撞歪了 哎前面有車了 前面有車了 哦 所以也許是路上會一直不斷的有車在出現喔 而且速度一直都是維持在60耶 左下角寫了 速度一直維持在60 不管我沒有轉彎喔 速度都是60 那其他這些車呢 速度是50嗎 還是多少 也就是說我們 時間也會一直不斷增加耶 好像 好增加我們 左上角時間的方式 是不是就是我只要把車給 我只要去撞 把人家車撞壞了 就可以增加這個啊 那其實 哦可以把樹給撞倒 把樹給撞倒會怎麼樣 我的速度會稍微減慢一點 然後呢 增加時間並沒有變多 哇這個小遊戲 目前右下角又寫一個Stage 1喔 呃這是怎樣 它有好幾關的意思嗎 那我剛剛能不能從中間這邊超進路 好了 超進路的話 欸前面好像都沒有車了耶 所以看起來可能是 哦又有車了又有車了 又有車了 哈哈 我現在好像就純粹只是在一直 繞著同一個圈嗎 應該也不是啊 好我撞壞它 我撞了撞了撞了 果然 秒數有在增加 所以撞壞別人的車就對了 這就是簡單 簡單來說就是一個 專門用來搞破壞的 啊賽車遊戲 因為我們開的是裝甲車這樣 那我們能不能讓時間結束了 我覺得我讓時間結束掉 看會發生什麼事情好了 我還可以倒車耶 哎這個 這個作者居然還可以做出這樣子的賽車遊戲喔 這 這作者真的是還蠻神的嗎 哈哈 天才 啊不過呢 已經開始看到那個 被有撞壞掉的樹了吧 這應該都是喔 那可能是 同樣的 啊同樣的賽道 就會一直不斷跑來跑 所以我就不撞它了 他剛剛有歪掉嗎 我好像 我從旁邊想要過去的時候 怎麼還有在聽到那個撞車的聲音 是我撞到樹了嗎 我剛剛事先一直在他身上 因為我怕撞到那一台車 然後秒數增加這樣子 我們讓秒數直接倒數完畢 就剩下最後的10秒 繼續往前面開 看會有多少車出來這樣好了 但我們可以超進路 這個就繼續把它撞倒 哎我還可以 我現在去哪裡了 我直接飛出來了是不是 我怎麼直接飛出來 我已經結束了 所以沒有了 這台一樣是空的喔 玩不了什麼東西的 走吧走吧走吧 玩了一個 蠻好玩的賽車遊戲耶 哈哈哈哈 我覺得這賽車遊戲其實蠻好玩的 這一個 但是一定自己一定獲勝的這種感覺 嗯 好像又是新的一種房間的結構的樣子 看來路上應該是不會再有什麼紙條了吧 我們剛剛在那個電梯那邊拿到的 既然是空白了的話 意思是 我算是第一個到達這裡的人喔 這是一個快餐店對不對 這是一個快餐店 這是一個洋樓快餐店 是吧 這邊有男廁以及女廁 廁所呢下來都是比較恐怖的地方 有水聲 有水的聲音 最後一間有一灘血在這裡 怎麼辦 欸有鑰匙 喔 鎖著 所以我打不開 好的 地上有紙條了 他 他 他那個他破壞一條規則喔 好 這些不管了 我們先不看這些 什麼他破壞條規則跟我無關 我居然可以走進來這裡面欸 有1234 這上面有寫一些東西 會不會跟我接下來要 要到第800個房間有關係呢 這是100%牛肉 這個牛分明就是一個惡魔的樣子喔 這今天是一個很奇怪的一天喔 好啦我知道啦 任何在這個房間裡面發生的事情 如果不奇怪的話 這還叫做恐怖遊戲嗎 對不對 所以這應該是不用太去管的 現在重點只是我要 從哪裡才能夠 欸那邊有一個入口欸 欸 有入口有出口 那邊有鞋子 所以這是給小孩子遊玩空間喔 我們可以進去看一下嗎 因為我是小孩子嘛 欸可以進去 這裡面居然還有給小孩子遊玩的空間 而且我居然還真的可以來玩啊 那走一走應該是從出口出來吧 沒有 這是什麼地方 意思是這是一個 這是一個超級超級有壓迫感的房間喔 我可以加速嗎 可以加速 我趴著也可以加速欸 但是我的房間數沒有增加 啊這邊原來還有一張紙條在這裡啊 被卡住了 這是6欸 我要離開了 他要離開什麼 他為什麼要離開 我也想離開啊 欸 但是我離得開嗎 這上面有血欸 我覺得不太妙 我好想趕快離開這裡 我為什麼要讓自己進來這個奇怪的通風管道裡面 這不是一個遊樂設施而已嗎 我相信它只是一個遊樂設施而已啊 啊 呃啊 我應該在附近多多的看一下有鑰匙了 好我剛剛怎麼會忽略掉那個鑰匙的 出來了 所以果然沒有錯 我 我繞了一圈之後從那邊進去從這邊出來 這邊有寫規則喔 規則 Be this tall 你要這麼高 好啦不要不要管那些了 應該只是一個簡單的遊樂設施 讓我們玩而已吧 這邊 這邊出不去 啊這是我來的地方 所以接下來是往這邊走嗎 不對啊我這不是 到底不是要從這邊出來嗎 那應該走 這邊也是鎖子欸 那能去的地方只有那邊啊 還有這邊啊 欸 欸 再來這邊就難過啦 這也是鎖的啦 那剛剛是不是 我剛剛不是在那邊撿到一把鑰匙嗎 打開它的嗎 這是壞掉的呀 我剛剛是在這裡面撿到一把鑰匙 然後 通風管道那邊有一把鑰匙 是用來開通風管道的 這邊撿到這把鑰匙 我到底是要開哪裡的 這個都鎖著啊 鎖著又開不了 欸見鬼了 見鬼了 該不會這個是一個bug吧 我已經出不去啦 喔這邊還有另外一個房間在這裡面 這邊掛著都是一些肉在這裡喔 掛著一些肉 有另外 好的 這是離開的 離開了鑰匙已經拿到了 有什麼鬼羅來追我嗎 趕快離開 趕快離開這個房間 趕快離開 這個房間 音樂竟然已經來了 inclu sla 喔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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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喔... 我真的被他嚇到了 他怎麼突然間冒出來 那我大概知道 它是 門呢 門的形狀會消失不見 但是門實際上是存在在那邊的 喔 這一關難了 這個很難啦 這個難了 喔對 喔 在這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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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啊 喔這個 這個難了啦 這個很難欸 這什麼 門會消失的啊 門消失但是我知道在這裡 因為有一些房間結構嘛 就是這樣子嘛 房間結構只要知道之前的房間的結構大概是如何 應該就比較能夠輕易的通過這裡 不要嚇我不要嚇我 我知道你嚇不到我的 我剛剛被打了那一下好痛苦啊 糟了我不知道這裡的門在哪裡 我居然走到門了 我居然走到門了 糟糕了這條路好長喔 那傢伙那傢伙是怎麼出現的來著 那傢伙是誰那傢伙是誰長什麼樣子 這個牛頭的樣子的傢伙嗎 哇 開始出現一些 開始出現一些比較恐怖的圖案了 剛剛那個骷髏頭的樣子感覺比較恐怖欸 好吧BGM已經沒有了 代表我們終於是通過了剛剛那一關了 我被抓了一下 好恐怖喔那一抓 完全毫無預警的啊 這這個怎麼開始那種 瞬間移動的傢伙都開始出現了 我能不能到達第八百個房間呢 應該可以的吧 啊 啊 還以為 因為上一集的話呢 我個人是覺得過起來還蠻輕鬆的喔 心理壓力沒有這麼大 不過 這一集 這一集 看來從七百到八百這一個過程會 相當的艱辛的感覺 這邊又有遊樂場 一樣就是多了一個機台而已嗎 就是多那個賽車的機台 有沒有那賽車真的是蠻好玩的就是了 是讓我們緩和一下情緒的吧 我覺得那個那個遊戲機 可能是給我們玩家緩和情緒用的 可以完全的抒發自己的壓力喔 這作者連這一點都考慮到了嗎 他知道說玩家會有很多的心理壓力 所以安排了一個 一些遊戲機在這邊 我這作者很人性嘛這個 嗯不錯不錯不錯 這麼一想的話我心理好過多了 剛剛被那個抓那一下嚇的我真的是不輕啊 啊 啊 我當然我相信 呃 很多觀眾呢 如果說在看這一段過程被嚇到 應該是被我的 被我突然叫起來給嚇到了吧 哈哈哈哈 因為怎麼說呢 我 我我會最有那種勝利其境的感覺嗎 現在那種突然跳出來的東西 我感覺沒什麼大不了啦感覺 喔 難得 你給你這麼離開 那你還有一個X 好 應該是 恭喜上來 你差不多到了 好吧 沒有很空氣 哦 哇 他給我們神器了耶 他呢 恭喜我們那個 走到了這一個地方來 然後我們又拿到這把斧頭 他也覺得很厲害 他沒有什麼東西可以給我的 但是他可以給我 無限的體力 所以我的體力呢 現在不管怎麼跑都不會掉 可是我不能跑啊 我在這邊不能跑啊 我的無限體力真的有嗎? 我怎麼感覺他在騙我 我覺得他在騙我耶 無限體力 不對啊 這 他說他給我無限的體力 但是實際上是我根本就不能跑 不能跑就代表我的體力根本不會消耗 原來如此 這就是他給我的禮物 就是讓我不能夠再奔跑了 我完蛋了我 我完蛋了我 不能奔跑我怎麼逃離鬼怪啊 我要用斧頭去劈他們嗎? 啊 真的不會消耗 雖然我跑不了 可是我揮斧頭 我也可以無限制的揮了耶 等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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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次是不是到了這個地方來之後 出現了那個會變身的怪 好 我可以揮這個 意思是我是不是可以跟怪物戰鬥啊 因為我按了Shift鍵 我不能跑嘛 但是至少可以一直揮這個東西 可惡 不能跑了之後 每一個房間要過於要花 比較多的時間這樣子 真的不能跑了 好過分 無限制的體力原來就是這麼個回事啊 好吧 誰啦 我就跟誰啦 我就跟他拼了 雖然我個人覺得這個應該是對鬼怪沒有用了 這個應該 跟上次那是一樣的吧 我就不管他了 只會一直在那邊哈囉哈囉 哈囉 哈囉 這樣而已 好 幸虧現在是沒有任何的鬼怪的自由 或者是 只要有鬼怪出現我就可以跑了 我希望是這樣子啊 不過他剛剛比較良心啦 750個房間的時候是有一個紀錄點在的 我是希望他未來多恢復 800有一個紀錄點 850也有一個紀錄點 怪物來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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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我大概知道是誰 果然就是地上有一攤這個傢伙 大家應該知道他是誰了 就是這個傢伙 看到沒有就是他了 走就對了 走就對了 不要管了 不要管 哇哦 新房間形態啊 不錯不錯 果然我還是一樣不能跑 是不得按下去不能跑 哦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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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是一個 龐大的心理壓力啊 我剛剛怎麼聽到一個好像有雷射槍的聲音 欸可以跑了可以跑了可以跑了 欸 剛剛那個聲音是他解除了我的效果了嗎 真的耶 我突然可以跑但是 我的體力又開始會下降了 他居然剛剛可能跑了一段時間就自動解除效果了 好吧好吧 既然如此 既然有誰就全力奔跑吧 畢竟地上有這個一攤的東西哦 很討厭 哎呦 哎呦 這種時候還跳出來 真的會嚇死人啊 跑吧跑吧 應該只要在幾個房間就可以完全脫離他了 然後我相信 七百層到八百 哎 七百個房間到八百個房間之間應該不會再有怪了 他應該是最後一個了 我感覺他每一百層每一百個房間之中只會有兩個怪而已 希望是如此啦 他還在追我知道的 他會穿牆喔 他會穿牆喔 所以他打得到我不意外 他會穿牆 剛剛也許應該多引誘他一點的 他會穿牆耶 超討厭的 所以像那種房間如果要一直繞圈圈的那一種 到最後一定會繞到他的入口點 也就是他只要很穿過來的話 從入口點那邊穿過來 直接穿牆過來很近就可以打到我了 但現在我已經擺脫他了 所以只要往前走 再走十那一個房間 我就可以通過了 非常的好 雖然他剛剛 他剛剛給了我無限體力 讓我不能奔跑 現在終於是可以通過了 好啦 788了 788了